这个展览是用极近空向四个词汇 来进行一个展览的主轴的策划 那就像说 我们会常常用四个字的方式来描述一件事情 或者说我们经常会讲生老病死 或佛教講成柱壞空 事實上這個都是 每一個單一的觀念 然後集合而成 但事實上他們每一個詞 都有個別不同的意義跟指示 我們希望它有一個整體感 但是又希望各位可以 從每一個不同的詞 去進行樂團 這一次特別邀請了 這個白老師 我們幾次的到嘉玲跟光玲的工作室 去翻閱這一批作品 從裡面我們看到一個藝術的脈絡 看到了一個藝術家 對於他藝術的追求 跟他的重要的人生態度 極盡空向 極就是一個樞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兩位藝術家 事實上從年輕一直到過世 這幾十年當中 他們的那個創作面向是非常非常多極的 進的話就是進化 藝術一定是想要把悲歡離合 轉化成美的形式 散播給這個社會大眾 空事實上是更彰顯出 他們作品當中背後的精神狀態 他們兩位老師都 在很困苦的物質環境底下 最後選擇要成為藝術家 所以這個空的狀態就是他們的起點 像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一個形象 它是一個造型 它是一種狀態 就是我們跟作品相遇的過程當中 它就會呈現某些像 但是這個作品 事實上是藝術家自己營造的某種像 主老師大家比較熟悉都是80年代以後 這種用布啦 用這種裁縫 其實不只是布跟棉線 它用了很多新的美材 比如說像棉花棒 事實上就是它生活當中 它有可能就是突發奇想的 沒有什麼材料不能放到作品上面 事實上也可以看到 然後初期那種物質狀態很缺乏的情況底下 用這個很粗糙的三甲板就在畫畫 其實那個不能阻礙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作品當中 事實上從比較早期的一直到後期的 都看到這樣的一貫性 它越來越走向超越物質的這種限制 我父親是一個包容性很大的 個性非常的溫順的 有時候會用啟發式的去引導 所以在它畫裡面也可以看到很自由 你說它怎麼會想到這些 我覺得應該是不管是找材質 或者是構圖 都是有在思考 2017年的時候欧阳媽媽來 短暫的接觸當然也會聊了一些 有關欧阳伯伯的一些故事 欧阳伯伯他是 是喜得進伯伯介紹他在北投的一個陶瓷場做設計 那也是因為這個機緣 歐陽文員老師去了巴西 那時候因為他拿到了一個聘書 是有關陶瓷 那這個期間歐陽伯伯呢 一直不放棄他對藝術的熱愛跟執著 歐陽文員老師在我們東方畫會是最重要的 如果沒有他 恐怕也就沒有東方畫會 歐陽的話你們看到它就有一種人間性 後來也是去向於抽象 所以我們第一屆東方畫展出來都是前衛的 但是前衛就是有比較注重個性跟精神性 用一種新的世界的觀念 歐陽文員的作品把水墨這種材質 來進行一種形象的思考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水墨 他是超乎抽象的 他的作品當中有很多是符號的 或者說是跟古代中國自由關係的造型 就像是原始的人 他們在觀天象 觀地理 觀人文的狀況 他們是看到眼睛所看到的東西 把它轉化成文字的 所以是從具象到抽象到具象 所以其實還是一個學問 他都有一個非常清楚的符號性 可能透過類似像文字的方式 透過像是圖騰的方式 透過很像是夢境的這種短暫的一種視覺殘留 這個對他來講可能有某種特殊的意義象徵 作詞文字的方式 作詞文字幕 李宗盛 作詞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